这边就是它的正面 这款手链是不是很漂亮 分分一样用了遮蔽型的紫色和梅红色 大家看颜色对比没有那么突出 但如果你们用过红白蓝 这两个位置就会很明显 这个 另一边就是这样 这边分分一样也可以配戴 这边也很漂亮 同样也很漂亮 今天就预备三颗颜色的橡筋 紫色、梅红色、中间白色 和一个思考 大家预备好的话就一起开始 OK,Let's go! 先拿回编织器 首先要留意的就是V字 箭嘴向出诗字位向出来放橡筋 拉向左边 我们要做一边 梅花间竹 然后看左边拉向中心 首先要做一边 首先要这样做一边 两边要逐边做一边 先不要左右两边一起摆住 就是这样 首先是这样做了这个步骤 先放了橡筋 很简单 很简单 中心拉向左边 放紫色 左边拉向中心 放梅红色 就是这样 全行编织器都是这样 全行编织器都是这样 在我们的右边 这条紫色 我们就做一个紫色 梅红色 就做一个梅红色 这样 重复刚才说的摆法 只不过今次就是做中心拉向右边 我们要先放好我们的橡筋 我们先放好我们的橡筋 我们先放到我们最底 接下来我们再放到我们最底 又是箭嘴位 箭嘴位那里 就放我们中间那条橡筋 我们就用白色 就是这样 中间放一行白色的橡筋 編織中間的白色橡筋 然後將編織器調轉 即是獅子位、開口位向著自己 放回CAT BAND就可以開始編織 拿回白色橡筋 繞在鉤針上 做一個八字圖案 把它套在這個位置 這個就是CAT BAND 首先要編織 拉開CAT BAND為止 編織中間白色橡筋 做水滴編織方法 首先這樣編織 全項白色橡筋 先編織這個 左右別離開 先編織白色橡筋 編織完白色中間的水滴編織方法 再去CAT BAND的位置 先編織中間白色橡筋 然後在CAT BAND位置開始 而今次的編織方法 是比較特別的 就是由中間編織左邊 而中間右邊 這邊等於擺放橡筋的方法 先做一邊 先做左邊 右邊先不要管它 先編織 由CAT BAND位置開始 拉開CAT BAND 找到的是第一色橡筋 回到原先位置 正常是到紫色橡筋 但今次回這條紫色橡筋 就有點特別了 就不是拉開粉紅色的位置去回 而是去到紫色橡筋 這條紫色橡筋 正常是拉上來回到中間白色的位置 而今次就不同 就是在中間白色的位置 找到紫色橡筋 這條紫色橡筋 然後回到左邊的第一格位置 就是這樣 然後 這一格位置 這裡有四條橡筋 就是有兩條紫色、兩條梅紅色橡筋 然後我們就要拉開 面頭剛剛編織的兩條橡筋 拉開 而去勾底下 擺放橡筋的兩條橡筋 這兩條 然後回到中間點的第二格 就是這樣的編織方法 好了,我們重複一次 我們這格已經是回了了 接著我們由白色的第二格 開始了 我們找我們的粉紅色 記住我們的右邊 不要管它 拉開 拉開我們這格位置 然後找到我們的粉紅色橡筋 第一條的粉紅色橡筋 應該是我們的左邊 左邊 而第二條紫色這條 我們就不是這樣編織 不是在這裡拉 而是在我們的白色橡筋 移高一格 去找我們的紫色橡筋 拉上來 回到我們的梅紅色橡筋位置 這樣 然後再拉開 拉開剛剛回了橡筋的位置 去勾底下那兩條 擺放橡筋那兩條的橡筋 放在中間 放在中心點 這樣的編織方法 好了 我們做多兩格 這格也是 粉紅色位置是照編織 在白色的中心拉向左邊 而紫色的 紫色的就是不同編織方法 就由白色這格位置 勾起回到我們的梅紅色橡筋這格位置 好 當我們這裡 這格編織器有四條橡筋的時候 就拉開最高的兩條 去找最底下這兩條的 擺放橡筋的兩條 然後回到中心點 在中心點 即是保持著我們這裡 編織好的橡筋 保持著我們這兩邊 都是只有兩條橡筋的 這裡都是兩條橡筋的 就是這樣的 我們由這裡 找他們第一條的梅紅色橡筋 然後用紫色的 然後拉開這兩條編織左 找最底下的兩條 在中心點 這一格 拉開橡筋 我們找我們的梅紅色橡筋 紫色橡筋是記住 先移高一格來找 用手指按一下 編織 就是這樣 總之記住 我們回完之後 我們左邊 是保持著兩條橡筋的 好了 我們編織 我們左邊這一邊的部分 的橡筋先 記住右邊 不要管它 好了 我們編織完 我們左邊 記住左邊 編織出來 效果應該是這樣的 上面這一部分 是未做的 下面這一部分已經做了 而這裏也是和剛才的編織方法一樣 好了 到我們現在要預備編織左邊 但是我們就要做一個步驟 我們剛剛不是說 把這裏四條橡筋的編織器 將最底的兩條 回到中間 就是這兩條有顏色的 第一格我們不要管它 上面數下來第二格開始 有顏色這兩條的橡筋 將它放在我們的編織器旁邊 只要是這兩條 只要是這兩條 放在旁邊 全項白色的 這裏都是一樣 只是中間這兩條 只是白色橡筋對上這兩條顏色橡筋 然後我們就是編織器旁邊 製造這個效果 給大家看一下 這就是放了一條橡筋出來 接著我們就是編織我們的 右手邊 右手邊也是一樣 和左手邊的編織方法一樣 好 我們由白色橡筋位置開始 拉開 我們這邊左手邊已經編織了 我們現在做右手邊 這裏一樣照編織 粉紅色照這樣編織 好 因為我們要拉過去 這裏就容易找我們紫色 這條紫色 就是回到我們右手邊第一格 然後就照拉 又是拉開 面頭最 面頭的兩條 拿底下的兩條 放在我們的白色中間 這裏 這個位置 就是和剛剛編織方法一樣 好 然後就拉開這個 就找我們的 梅紅色橡筋 記住 紫色橡筋 是找上面那條 然後就拉開 面頭最面頭的兩條 拿最底的兩條上來 回到中間 接著就是 一路 編織方法就是和正那一樣 記住紫色要在中間拉出來 這個接著就拉開面頭兩條 拿最底的兩條 在中間 回到中間 就編織好我們的 右手邊的橡筋 好 我們這樣編織方法 也都編織好我們的 右手邊 那我們 拿白色的橡筋 放蒸光針進去 再一次過慢慢拉上來 這裏套起我們的橡筋 這裏套起我們的橡筋 這裏白色橡筋 我們肯定這裏套起了 好 接著我們就可以放我們的橡筋 先把我們左右兩邊出來 我們再加上一個橡筋 我們再加上一個橡筋 我們已經編織好 模式已經是出了 這樣 那條手邊就是這樣的 就是這樣的模式 可以就這樣噴出來 好 接著我們再加我們的橡筋 譬如我們這個 我們加上中間的白色 或者我們加上中間白色 其實我們可以這樣 這樣拉過去 也都已經可以 再不是你用編織器 也都可以的 做水滴編織方法 就這樣拉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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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多一格 就回你自己的手形就可以了 好 接著這裏 這格位置 我們就可以加我們的C扣 或者S扣 這樣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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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邊 也都是白色這一格位置 C扣的位置 C扣的位置 好了 我們加了一個C扣 或者S扣 那我們的手鏈呢 也都已經大功告成了 就是這樣的模式的 這個白色圈圈 是不是很明顯呢 如果大家 你們這兩個顏色 分為紫色 和梅紅色 如果大家 你的顏色再明顯一點 橙色 綠色 或者紅色 藍色 白色 那這個花會更加突出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新的手鏈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